想要解決這一波的疫情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答案就是一個 就是你要打疫苗 而且你要打兩劑 甚至告訴大家 以後還不只打兩劑的這個可能性 英國現在他們在研究的是 要不要追加第三劑 因為現在的疫苗 都是從最原本的武漢株來去做研發的 然後後來不是有很多 Delta病毒Alpha病毒 所以面對這種變異的病毒株 以前的疫苗有沒有效呢 反正現在國外已經開始研究了 而台灣呢 我們還在等高端嗎 能夠取得國際的授權嗎 現在我們說曾經 我們也有機會 可以有很多AZ AZ廠曾經找過台灣代工 好 總而言之 前幾天講過很多遍 就是被我們給拒絕了啦 不管是種種原因都好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先來看一下泰國現在的狀況 泰國呢 有一間生技公司 其實說白了 就是泰王的生技公司 鮮羅生技公司 他們就接下了這個單 他們生產的AZ 現在泰國人在打的這一批AZ 就是Made in Thailand 就是泰國代工在生產的 當然這一批AZ疫苗 其實他們也有跟COVAX平台合作 但是問題是現在泰國的疫情嚴峻 很多疫苗當然是自己國家產的自己先打 包含在南韓也是他們接下了這個莫德納訂單 未來會不會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還有越南也出現消息了 他們超車取得了合約 會不會有可能是莫德納呢 目前消息還沒有曝光還有待確認 但是確定的是各國都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疫苗代工已經成為世界趨勢 因為你要等別人做 你國家有技術的話 不如自己做 而且現在這一些mRNA的技術 其實在國外已經是受到認證的 所以代工絕對是非常的快速 比你自己研發 好我們現在挺台灣 我們也都在等高端 但問題來了 你能不能拿到美國的FDA授權呢 美國現在已經說了 他們現在緊急授權恐怕要喊停 最後一支緊急授權 可能會是美國自己研發的Novavex 因為他們現在做完三期 據說防護力可以高達九成 而且對變異的病毒株是有效的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其實在5月25號就已經說了 如果說藥廠還沒有開始 跟他們談FDA授權的話 未來可能就不再審查 處理新的新冠疫苗的緊急授權 因為現在疫苗已經很成熟了 還需要緊急授權嗎 或許會需要的是更嚴謹的數據了 現在我們的BNT來不來得了呢 郭董做夢也在想的BNT 申請疫苗又在卡關 所以現在呢 長者都很想打疫苗 搶著要打搶預約 進口疫苗卡關 沒有EUA緊急授權 台灣會不會變成國際的疫苗孤兒呢 現在我們的政府到底是怎麼安排 怎麼做的 我們說現在泰國的這批疫苗 我們本來要等COVID給我們疫苗 但是看來別的國家疫情也很嚴峻 會輪到我們台灣可以拿到疫苗嗎 下一批疫苗什麼時候來 大家根本就還不知道正確答案 所以今天國民黨就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請立法院黨團修法提案 要求對COVID-19確診跟死亡的民眾呢 給予補償跟慰問金 而且也痛批 今天會造成本土的疫情到爆發 就是因為當初的三加十一 邊境控管不佳 蔡政府忽視人命 腦子裡頭千千萬萬在想的 是人民嗎 還是政治算計 同島一命 政府真的有把百姓的命 當作自己的命來守護嗎 我們失去親人的痛 你感受得到嗎 想到因為新冠肺炎過世的姐姐 陳小姐忍不住激動哽咽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 五月姐姐染疫 兩人一別 卻是天人永隔 陳小姐跟媽媽 到現在都無法接受 我姐姐是由輕重 輕症變重症 請政府把我姐姐還給我 我們在等她回家 直指政府無能 讓姐姐亡死 不止他們累計至今 全台已經有452人染疫死亡 等於有400多個家庭因此破碎 國民黨團喊出提案修法 提供慰問補助方案 確診死亡 每人30萬元慰問金 250萬元補償金 確診者每人5萬元 慰問金10萬的補償金 因為事到如今 國人染疫過世 追根究底 就是因為蔡政府政策錯誤 追究政府的責任 前衛生署長楊哲良 跳出來推動為新冠罹難者進行國賠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家庭 因染疫而破碎 記者綜好報道 全世界現在都在搶疫苗 都在爭取疫苗代工喔 想盡辦法有哪些國家呢 南韓 泰國 越南 我說我們都生在東南亞 甚至東北亞 大家都在搶代工 然後呢 台灣看好了世界 拒絕代工 不論是什麼原因 總而言之 這筆代工的單 我們就是沒接到 現在呢 告訴大家 最新消息 越南已經官宣了 他們已經談到了 mRNA疫苗的代工 他還沒說什麼品牌 但是大家有在猜 會不會是莫德納呢 南韓先前 文在寅呢 也跟這個拜登 簽了一個很漂亮的合約 直接讓他的這個民調 往上升的合約 就是簽到了美國的莫德納 授權在南韓代工 現在呢 泰國他們更是 早就已經代工生產的AZ 都已經開打了 泰國人民現在打的 就是他們自己代工生產 泰王的這一家生技公司 生產代工的AZ 所以現在全世界 都動起來了 請問我們台灣呢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拒絕了 所以現在是 我們還在等高端嗎 今天高端的股價 等一下我再update一下 因為呢 從漲停到跌停 然後再往上衝 哇這支股價呢 比大怒神還要可怕 等一下我們會有更多的分析 全民苦等疫苗 我們等不到 高端等得到FDA授權嗎 FDA現在已經告訴大家了 除了Novavax之外 五月中之後 如果你沒有跟他談 你要緊急授權 他們就不再接受 其他的緊急授權了 因為疫苗開始比較成熟了 不再需要緊急授權了 按部就班 一期做完做二期 二期做完做三期 看數據 去談授權 現在呢 郭董做夢也在想的BNT 輝瑞疫苗申請又卡關 好我們現在在等什麼呢 日本捐的一百二十四萬劑已經來了 美國說好給我們的疫苗呢 在哪裡 在哪裡 現在呢 大家都在批 要終結疫情 要拼經濟 不是大內宣說說就好 你疫苗拿來就好了 疫苗大家打下去就好了 現在呢 直接告訴大家 台灣淪為國際疫苗孤兒 雖然打一個問號啦 但是大家心裡有數嘛 現在呢 長輩搶著要打 而且我們都很希望喔 長輩打完 再輪到我們打 進口又卡關 沒有EUA 國民黨都提案囉 我們要不要補助 要不要國家來補助 確診死亡慰問金三十萬 補償金兩百五十萬 確診的民眾 也可以拿到補償金賠償金 有沒有辦法呢 連續兩天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說 雖然說前幾天 大家都在談 看起來確診數下降喔 但是不要忘記了 端午節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 今天我就有感覺啊 我來內湖上班的時候 車子就變多啦 平常我來上班的時候 一路順暢 我都在想說 哇 開超快的 結果呢 今天居然會停下來 表示車子變多了 車潮變多了 外出的人開始增加了 當然不論是工作還是如何 人潮聚集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風險 因為呢 這個病毒怎麼樣傳播的 就是人傳人嘛 你只要不要跟任何人接觸 你的風險自然會降低 連續兩天 本土的病例降到兩百以下了 好 再過一個小時 好 最新的數據又要放榜了 會是如何呢 等一下你繼續看中天喔 外界關注6月28號 628 我生日過兩天 有沒有機會三級警戒解除呢 會上升還是下降 現在大家還不好說 過了一個端午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疫苗 打的速度太慢了 甚至沒有疫苗可以打 專家說最近呢 人流開始恢復了 疫情能否趨緩 下週才有答案 而且根據呢 指揮中心訂出來的標準 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就算降級 疫情也可能 很快又會再上升 這個網友也很清楚 沒疫苗 談降級 就是笑話一場 兩天本土病例降到兩百例以下 疫情真的趨緩了嗎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欣認為 這數字是反映兩週前 民眾加強約束管理的成果 但近日人流恢復 疫情是否趨緩 下週才能見真章 尤其14號再添15例死亡 致死率已高達3.7% 死亡率降不下來 實在沒有鬆懈的本錢 若以指揮中心公布的警戒標準 來看現階段三級 單週出現三件以上社區群聚 或一天內有10例感染源不明的 本土病例 而當初5月11號升至二級 是因為出現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 以目前疫情遍地開花 醫院機構群聚 每天上百例的情況來看 6月28號要降級 簡直天方夜譚 當日確診個案跌破200例 網路上掀起一片討論 好奇6月28號是否有機會解除三級警戒 但有人質疑死亡數怎麼下不來 尤其端午返鄉朝要一星期才爆 甚至有人點出沒疫苗你敢解封 這是笑話吧 而現階段數字是民眾自動封城的結果 疫苗施打還跟不上病毒散播的速度 一旦解除三級警戒 這疫情大火恐將重新燃起 這成人白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現在呢 一週三喊話 蔡英文聽得見百姓的聲音嗎 你們覺得總統有在聽百姓的聲音嗎 覺得有的幫我加一 覺得沒有的幫我加二 順便留下你的城市好了 告訴我你在哪裡 譬如說高雄加一或加二 或者是加三留下你的想法 現在我們來看誰說話了呢 現在這個是王世堅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接受電台的訪問的時候 他給總統一個勸告 這個勸告呢 不可以有權利的傲慢 也不能有知識的傲慢 因為他認為呢 這個知識傲慢就是 好 你懂醫學科學 我也懂 大家都懂 不該說懂的人就特別的傲慢 應該要來聽聽專家怎麼說吧 再來呢 不能有知識的傲慢 好 什麼叫做知識的傲慢呢 就是說大家都懂 就是對於專家學者來說 不能夠太傲慢 另外呢 他希望呢 領導人要做到 不要偏聽 必須要博彩眾議的部分 好 就是呢 要廣聽大家的聲音 千萬不要自己果斷的獨行 另外呢 游英龍也說了 他做了一首 應該算是詩吧 好 仿宋朝舒逝的江城子 端午生死兩茫茫 但盡返鄉解虛茫 萬人懶意 無處化淒涼 好 聽起來真的是 就是我們的心聲嘛 端午節大家是不是 遮罩面人心慌 好 往下看 普篩檔高端放 所以現在呢 吊國商我們怨女皇 其實呢 在國際間也有說了 台灣的疫情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現在就是 國際間直接告訴我們 第一沒有普篩 再來是過度自買 再來是疫苗採購不足啊 如果我們有疫苗的話直接打下去 現在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你看看美國 堵城已經解封了各位 你可以去堵城去 買車買房 而且還要用搶的 現在大家開始報復性消費了 台灣呢 報復性的躲在家裡 好 現在大家還在談 補助金都不知道在哪裡 很多人還拿不到呢 然後呢 民主持人陳文歆也告訴大家 第一次感覺有比鐵石還要硬心長的政府 阻止民間疫苗捐獻 不同意企業採購疫苗自救 他每天在看自己的民調 疫情蔓延下 想著下一屆的選舉 百姓的聲音啊 人民真的是蔡英文心中最軟的那一塊嗎 你真的有把人民放在你的心中嗎 我們來看到 金元電爆發了移工的群聚 那麼現在呢這個狀況其實很多 工業區有四家電子廠 預計呢337人染疫 現在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官 王必勝醫師 在臉書上寫下日誌 他說呢 雖然是一個人的端午節 但是在第11天 他進行了第三次的移工篩檢 告訴大家篩檢結果 930位移工當中 8位確診 顯示呢 隔離的效果其實是很好的 狀況持續好轉當中 金元電前進指揮所設立的第11日 指揮官王必勝醫師 在臉書上寫下記錄 說是一個人的端午節 但他說並不會覺得孤單 王必勝貼文中提到對金元電員工的第三次篩檢中 930位移工只有8位染疫 比上次9號時篩檢998位 30位陽性確診率3好了不少 而確診者跟室友都在集中檢疫所做一人一室隔離 效果看起來很好 相信確診個案會持續快速減少 因為那個數字都是個位數 所以我們當然是會去想說是不是要趕快把它清零 這這一塊是這樣子 但是另外一塊在高風險的這塊 我想它會有這個很爆炸性的數字出來 王必勝兩度拆彈 從布桃到金元電 雖然狀況持續好轉 但他也預告15號會對一千四百名 六家電子廠高風險移工進行全面篩檢 最快在16號公布確診數字 但也請鄉親不用過度擔心 因為篩檢者早就進行隔離 對於社區及工廠不會再產生影響 記者 彭志明年假期李雲傑苗栗報導 他的朋友們 郭志明年假期李雲傑苗栗 我來自千四百多年